解決不了問題 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嗎 台鐵普悠瑪反覆 釀成了18死 台鐵的基隆電務分駐所 技術助理黃德輝 最近接受了媒體採訪爆料 現在他卻收到了 台鐵的發文警告 公文就寫說 他是違反了公務人員服務法 要求他在10天之內 提出相關的報告 否則就會寄過 聽一下稍早訪問 我之前有秀一張 ATP實錄表跟數位實錄表 差距將近40公里的那張照片 就是一接入普悠瑪 或者是其他這種 這種實錄表 可能跟實際抽出 都是有差距 可能是不正確的 我認為最主要 因為ATP是台北電路段才夠的 所以可能是因為 我花了ATP那個照片 他們才會給我這一張 要寄過的公文 原來是因為黃德輝 揭露了台鐵內部流傳的一個照片 還使出這種情況其實都是常態 他就推論了普悠瑪的事故 當時的車速140公里的說詞 很有可能不是事實 只是沒想到現在卻被台鐵來發文警告 就像是要殺機警猴 對台鐵的員工下達封口令 作詞 是 作詞